所以师尊告文书势力菩萨言 善哉善哉善男子 善哉善哉 那当然就是讲做发情者善 你就真正能够在如是心中 如是志向明确 念念如是志诚恳切 如是精情者 那当然是善 那后面那个善男子 善男子要讲堪能者善 是堪能 所以男子相中就在堪能中说 在能中说 所以经文常常有说 善男子善女人 讲到善男子时 是要讲到那个力量的 智慧的堪能 那就是善男子相 讲到善女人时 那讲到那个三妹相中 那心中的安定 那就是善女人 那就是善女人相 所以在法会之中 善男子善女人 男女二相 就阴阳二相 一样不能够就是错乱 要清清楚楚 所以这里讲善男子时 就是要知道你那个智慧的堪能 所以如等乃能为诸菩萨 咨询如来 因地法行 如等当然就讲大智文书 但是大智它不是一个人表 大智讲到一个决体时 虽然它是表文书 讲到文书时 你是看到一切中 所以就如前面的经文讲 一切诸来 所设一切诸来法中 所以它讲到大智 就是大智所设的一切法中之中 叫如等 所以将来你要看到这个智慧 要看到菩萨德相 它的德号时 你虽然称的是文书的名字 可是你心中亮的是 智体所设的一切作用 那叫如等 所以心中但称文书 你要看到它这个大智底下 智体所设的一切作用 将来你要是心中称念观音 也要在大悲体下 所设的一切 心体的同体的智慧流出 那就是如等 所以那个观音之中一定要能够射磨 菩萨既然叫大觉有情 他一定在大觉之中也要射磨 所以射磨 那哪个磨中不是根本的什么 菩萨的用体 你在大智中看 哪一个念头当下 哪一个所设的众生界中 哪个不是文书的眷属 假里而看不出那个眷属像时 表示什么 表示一个行者发心不明 你看出那个眷属像 不是过去我们众生的之间 以为是它属于哪一类 这种分别叫眷属像 这种分别只是学术思想 行者的发心知道眷属时 它会在种种的意念里面 已经帮它归类 归类就是它知道这样的形态 这样的作用 虽然同样都是这一个念 同样都是这一念心 都是这一法 但是在某种形态上 它是属于智 某种作用上它是属于行 这是表示行者 念念之间已经在心体之中 批拨为心 所以它才能够分明眷属 才能够清楚眷属像 所以它不是一种一般的 学术思想之中 所谓的归类 那种叫眷属 打文书所说的一切 什么清源 不单只是这种文字 阴生而已 那是一个行者 念念之间参就 如是心中 在每一个名相当下 就如是名 它马上就能察觉 现前的一些信用 种种不同的信德 这叫归类 所以这个归类不是说 真正有类可分别 这个归类是这样 就在同一个念上 同一个念头上面 你居然可以在信用不同 分种种归类 种种眷属 那在这一念上 这一法中分出来 那才是什么 那才是容一切法 将来在大悲 也是在如是念体上 如是作用体上 分出悲心同体 所以你能够在一法之中 在一项中 每个念头之中 都如是分类 所以你就在一个念头之中 你就可以看到 它哪一法属于智 哪一种德属于悲 哪一种德属于心 那这种分类 这种眷属 就不是什么 就不是剥离 这就不是剥离 这样子说眷属 就是心中的大名 那叫做批剥 那叫批剥 那不是剥离 剥离不是那个剥离 是剥开分离 就不是剥离 那叫做批剥 所以批剥跟剥离 是完全不同的 那么那种思想之中 那担当完全不同 学术的东西 它只是现在你感觉到 织线上面的这种 这种不断的 在这种变析而已 行者一个学者 那不是只是织线的 这个字像上面 声音上的变析 那是一个心体直下的担当 它全然是心体直下的担当 所以有的时候变析 你会发现在变析之中 都有它所遗漏处 因为众生剥在变析上 那都是心中向外攀缘的气氛 你心里面若是真正是在 心中所设的心中的心灵的认知 那种所流露出来的声音 你才会知道 它的法法之中 它能够彼此圆容的 那变析有的时候 它会带你走向将来 心中剥离的那种支剑 所以你站在剑中找不到色 站在色中找不到剑 站在能中就忘记锁 站在锁中忘记能 纵然有的时候 你可以把能锁合一再说 在你能锁怎么样合一再说 但是你总是不知道觉 你就似乎就抓着能锁 因为还有合一 还有能跟锁在合一 你知道觉的人 你任你说能锁 人你说能锁时 讲能讲锁没有过就 它不会偏多 因为不会什么叫偏多 它根本不立两个名字 是方便锁又能有锁 但心理上明白是 觉体当下方便献出 好事是能好事是锁 好事之中你知道 它在作用上面 它会有献如是像 但你不能说它真有如是 所以这里面讲到 这个善男子 如等乃能为诸菩萨 咨询如来因地法行 所以这个咨询之中 是向上本分事理问 叫咨询 向上本分事理问 所以念念之间 你都要在向上本分事理里面 你要去体会的 这一切法一切像中 你都要是在自己的本分上面 去不断地去思维 思量 甚至于讲一个公案 讲一个祭祀 讲一个什么像 你都要念念之间要体会 那就是信中的什么样的德相 你要再看到一些事间 连大山大水 你见到那些事间像时 你都要解释 它是因为什么信德固显的 你将来仔细在事间上分析 你的事间上万物 一切山水 离牧迟早 你都能够分析出来 现在众生的业力 那现在众生的业力 业力业性也离不开 你根本决心了 所以你能够在业性上分析事件 你当然就知道 决心都不可思议 决心能够成一切缘起 成就种种差别 不同的业性业感 那个不同的业感业性 能够成就不同的事间 一报 你不要小看 真的是如此 那没有德的人 他也有山也有水 那个山是什么 没有生机 你根本书都不着 人家看到大山 是生气盎然 那才叫山 我不但当时看到大山的高原 我能够感觉到 任何心中 随着山所起的种种生机 你才叫做大山 那才叫爬山 那心中那种豁达 可是你看到一个 黄腾腾的枯山 那完全感觉不一样 那个山是压迫 黄腾的极山 过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